各位觀眾朋友早安 帶您關心今天的天氣狀況 先來看看台北市這邊的即時影像 雲層量稍微多一些些 不過等一下太陽露臉之後 整個的亮起來之後 白天溫度就會再回升了 跟昨天一樣 大致上非常的類似 都會是舒適宜人的好天氣 不過日夜溫差還是比較大一些的 終於是來到星期五 馬上就要迎接週休假期了 在今天白天的天氣狀況都還算穩定 但是大家很關心的是 週休假期適不適合出去玩 明天的東北季風會稍稍增長一些 陰風面地區會有一些降雨的狀況 但是整體來說天氣還算是穩定 大概就是北部的基隆碑海岸 或是東半部地區 或是零星短暫的降雨 整體來說其他地區都會是穩定的天氣 還是可以安排一些戶外活動 不過回過頭來講 今天的天氣狀況 清晨受到輻射冷卻影響 溫度還是偏低的 就可以看到在新竹的峨眉 今天一早是只有11度的溫度 在桃園的大溪湖也是只有11.3度 苗栗的大河11.5度 另外在新竹的寶山也只有11.5度 可以看得出來大概都是陶竹苗這一帶 輻射冷卻作用會是比較明顯一些的 再來看到天氣便利貼 有哪些重點天氣資訊提供給您 是這一天日夜溫差都是比較大的 有機會來到10度以上的日夜溫差 所以早出晚歸記得要多戴一件外套 做好保暖工作 那麼從今天開始一直到下週三 西半部是容易在清晨有起霧的狀況 所以行車一定要注意安全 在下週一開始不只有西部 還有金馬地區也會容易有起霧的狀況 所以開車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那麼接下來這一週的天氣變化 只要記得一個關鍵就是兩天為一個單位 它就是一個週期在循環 因為明天東北京風增強 六日是比較強的狀態之後 一二減弱整個天氣會回溫 那麼三四又會再度的增強 就是這樣一強一弱再變強的情況下 就會度過一週的天氣狀況了 但是我們來看到了衛星雲圖的部分 現在可以看到台灣上空其實雲層量不會太多 在冷高壓前面的東移之後 現在是比較舒適比較溫暖的天氣 現在上面還有一個冷高壓 接下來在明天就會來報導 影響到台灣的天氣了 所以迎風面的包含基東北海岸 還有東半部會有一些零星短暫的假雨 其他地方大概天氣就會比較穩定一些了 這樣的天氣就會持續到這個週末 下週一開始白天的溫度就會明顯回升 還會比今天再更熱一些 但是在這樣的天氣形態之下 就要特別注意剛剛講的 西半部容易起霧 相對的空氣品質也比較差一些了 來看到空氣品質的部分 橘色提醒的地方包含了雲嘉南以及高屏地區 在即時監測的部分也可以看到 同樣是這些地區 現在目前空氣品質是比較差一些的 所以除了做好防疫可能會需要戴口罩之外 這些空氣品質比較差的地區 外出也要注意在傍晚的時候 會是空氣品質比較差的時間點了 來看到一週的天氣變化了 在今天北部地區高溫還有機會來到25度26度 那麼一直到了6日稍微會有點下雨的狀況之後 到了禮拜一北部地區 這高溫還有機會來到27度左右 所以說這兩天來說的6日兩天 溫度大概整體而言會降個2度左右 接下來好天氣會是在週一跟週二的時候 那麼到了禮拜三禮拜四就會是下一波變天的時間點了 這個時候北部地區也會容易有一些降雨的狀況 那麼中部地區今天的氣溫是15度到25度之間 空曠地區還是會有一些輻射冷卻的作用 所以說日夜溫差就會比較明顯一些 天氣來說大概這一波的東北季風增強 明顯不會比較明顯的影響到了 所以可以看到大多來說都是晴蝕多雲的好天氣 一直到下週三開始會有一些影響的狀況 雲層量就會增加一些 不過下雨狀況還是集中在北部地區以及東半部地區 那麼南部地區天氣會更好一些啦 15度到27度高溫的部分可能在體感上面更炎熱一些了 那麼整體來說也不太會受到影響 天氣都是滿穩定的 一直到下週整個的天氣都是穩定 但是在東半部地區可以看到這個時間點 週三跟週四的時候這個下雨的狀況就會特別明顯一些了 那麼在東半部的氣溫也稍微低一些 高溫只有來到24度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提供給您